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投顾 杨天迪 今天是5月4号 礼拜五 台股在今天表现看起来不错 但今天有几个重点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GEO股竟然会出现补跌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所以GEO股补跌 我举个例子 上营今天重挫 盘中重挫 那高点从530块杀下来 到今天的低点已经跌掉150块 最低来到378.5 而且在短期间 这种现象很难得出现 很难得出现 那它出现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今天我是卖掉了值得 但是出手去加码上营 为什么这样做 大概就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我们待会再谈 目前的大盘是一个本益笔修正 它的结构面是所谓的本益笔修正 所以本益笔修正 当然投机力还是存在的 譬如说今天爆章媒体在说什么 说铝资电容固态电容在涨价 那继MLCC之后 铝资电容跟固态电容要涨价 所以今天被动元件 仍然是盘面当中最强的族群 但是它强在哪里 我带各位看 前几天我最 到昨天为止 我们最强的股票叫华欣科 最强的 我88块买了华欣科 但是今天的走势就没那么强 最高已经冲到236 那今天走势没那么强 今天谁来强 和声堂 那我们来看一下K线 你看K线就知道 和声堂是经过修正之后 整理再往上走 那华欣科是最近在喷出有没有 喷出之后开始涨不动 我要讨论的关键点是 即使今天是被动元件的再次 他们说是第三次涨价 但是什么股票往上走 那个落后的在补涨 这就是所谓的落后补涨 所以相对来讲MLCC的部分 和声堂比华欣科落后 他就开始补涨 那二线股的走势 因为理直电容涨价 所以5317的凯美往上走 我先强调一点 今天的被动元件 基本上二线的都算很强 但涨停满了只有一档 就是凯美了 这个二线 那一线的MLCC是和声堂涨力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怀疑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报章媒体的讲说 这个继MLCC之后 里是电容跟这个固态电容的涨价 固态电容的玉邦都没有涨 玉邦都没有涨 玉邦都没有涨 玉邦还给我杀回来 是固态电容大厂 所以你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盘面架构被动元件只是补涨而已 就二线的被动元件 它只是补涨而已 所以下个礼拜被动元件 我再强调一次 目前我们手上的被动元件 只剩下零成本的华星科 跟一层仓的日电帽 我其他被动元件都除掉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今天在被动元件涨的过程当中 工具机跟半导体吸引源 确实中错的 这一点倒是真的让我非常意外 我为什么非常意外 因为今年产业通明度最高的三大族群 一个是工具机 一个是被动元件 一个是半导体吸引源 被动元件最近很强 但工具机却拉回 有没有我刚才谈到工具机的上瘾拉回 好 我们就直接讲了 半导体吸引源 我们改天再来说了 因为有时间不多 所以环球机的部分拉回来 你可以看到今天 这边的被动元件的龙头很强 有没有国际很强 但是环球金是拉回来的 然后上瘾是下沙 有下瘾线下沙下来 工具机跟半导体吸引源 基本上在今天是相对弱势 所以虽然今天大盘是 看起来涨了15点了 没什么意义 这叫中线筹码松动 好我想为什么中期的筹码会松动 主要的原因他们的修正幅度太大 一般来讲 我应该这么说 短期 短期 短线刻的撤退是中线的买点 中线刻的撤退是长线的买点 如果你懂这个观念 你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今天出手回去加码上 我用加码的方式去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去卖值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破线 跌破季线 我把季线弄出来 相对来讲季线我也在这边 因为今天的值得跌破季线 技术面是这样 我们买的时候是100块以下 所以我们是停力撤退 季线是我最后的一个停力点 之前卖掉一半 那现在就是当我跌破季线 我就要停力掉 好 那停力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去卖值得 其实我还有一个思考逻辑 如果你回头看一下 其实上亿也跌破季线 但我今天却是加码 好去做加码 基本上我就是相对来讲 我为什么敢于在这边去加码 我没有跟你乱赌股票 我从来不读股票 好我们再回来想一件事情 上亿工具机的龙头是谁 上亿嘛 不会是值得对吧 所以当时我在买上亿的时候 我给的上亿是30倍本益比 我210块买 260块买 315块买 我这个地方都是买 给他30倍本益比来判断 那当上亿涨到530之后 那我有跟你讲过 如果以今年的获利来看 上亿今年要赚16块 去年赚大概9.77 算10块钱 所以以今年的获利来看 上亿的30倍本益比 叫480 所以当他涨到了480以上 来到500块 甚至530 我说你要买就是短线而已 因为他已经超涨 就今年的扣打而言 他超涨 好这之前跟各位分享过 所以我们不会去追到500块以上 然后我当时在买上亿给他30倍本益比 我当时在买值得我给他25倍本益比 对吧 我说去年的值得可以赚4块钱 所以我给他25倍本益比 我买在100块 100块附近 最高买到104 100块以下 我们都有去买 这是值得的部分 有的买在99 有的买在96 基本上就是买在所谓的一个100块以下 可是值得的部分 今年的值得要赚多少钱 6块钱 如果今年的值得赚6块钱 那他25倍本益比在哪里 150 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想清楚 好 那假设今年的值得是赚6块钱 所以他的合理本益比应该在150以下 那今天不是跌破150吗 我为什么还站在卖方 理由在哪里 我来我现在讲给各位听 你一定要有个观念 就是上云是龙头 所以他给他30 我们给他30倍本益比 那值得是不算是龙头 所以你只能给他25倍本益比 好 然后今年的值得赚6块 今年的上云赚16块 大概预估 法人圈的预估大概是这样 我们就来判断了 现在如果以上云为例 上云为例 上云今年赚16块 他的30倍本益比是480 30乘以16 他的25倍本益比多少 400块 25乘以16是400 今天上云是跌破400 跌到哪里 跌到378.5 他是落到25倍本益比之下 好了 问题出来了 如果上云的股价跌落到25倍本益比之下 你觉得值得 他可以维持在25倍的本益比吗 是不是要下修 上云都从30倍本益比修正到25倍本益比之下 值得是不是要修正到25倍本益比就不叫合理了 他很可能往20倍本益比走 如果他往20倍本益比走 那我该不该在他卖房 因为他今年赚6块 20倍本益比在哪里 120 当然不见得会打到那个位置 我只是用合理的一个判断 所以未来的值得要涨回去做一个方法 上云又回到30倍的本益比 就是回到480之后 值得就回到150以上 就回到他的一个25倍本益比之上 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逻辑 我说过这是一个大盘在进行一个本益比修正 那这种本益比修正通常是中线筹码散掉的现象 一般的短期修正是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哪有什么本益比修正 最多提债股修正一下 这个基欧股回到合理本益比就应该止跌 也就是上云最高冲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530 他是超涨 但他回到这个480以下 就应该会在480到450之间止跌 那就合理 但是这一次这个修正太激烈 所以他已经回到25倍本益比之下 那回到25倍本益比之下代表上云已经超跌 但就值得而言 他才刚回到合理本益比 所以如果将来的值得要往下压缩 那股价就会往下修正 好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卖掉值得 却是什么加码上云的概念 那我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我在判断一场个股除了技术面的一个角度之外 另外就是你的价格跟你的价值到底脱离多元 之前跟各位谈到的联雅也是一样 上云第二 他也是修正到25倍本益比之下之后 开始做反弹的动作 因为连续谈了几天 所以今天联雅稍微压回来很正常 那剩下就是联雅的筹码沉淀 那上云在反弹上来之后 我认为上云会开始今天做收缴的动作 那上云在反弹之后 也会开始进入筹码沉淀 然后这个没有那么快 都没有那么快 所以你要买的话你只能买低 你不能买太高 因为他在修正 那修正的低点才是选择的一个关键 那我想现在的大盘既然进入到本益比修正 也就代表进入到空方式 那是一个空方式的结构之下的话 那今天的上涨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一定会被压回来 因为大盘还要做探低的格局 那前一波低点是10478 看能不能守住 然后如果最差的状况 我是认为会回到这个低点 回到这个位置了 不是低点 就是2月9号的一个位置 大概高点是10392 我们是希望10400点能够守住 否则在短线上面来讲 那这个修正就会比较激烈一点 那目前是没有站上年线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空方式 除非台积电开始起来了 也就是外资卖完之后 台积电开始起来 除非台积电开始往上走 否则一般来讲 我想全职股的修正 或许占高一段落了吧 台积电红台这些外资大卖的股票 那大概占高一段落 因为台币已经没有在贬值 慢慢的在升值 所以基本上外资的卖出的行为 大概会减缓 这个应该是我判断 那剩下就是个股的本益笔修正完之后 那么进入到合理本益笔区间之后 它就会做止跌的动作 那这一部分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那周末了好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先接收看年同时间 再见 拜拜